华晨宇是快乐男生出道的,并且在那一年的快乐男生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,也正是那一次选秀节目华晨宇正式的出道了,出道之前华晨宇一直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富二代,因为华晨宇的家境是非常的好。 华晨宇出道时候经常被大家和许晴扯到一起,因为许晴对华晨宇是非常的喜欢的,当然这种喜欢只是姐姐对弟弟的疼惜和喜爱。 那么许晴和华晨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? 华晨宇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,虽然父母在华晨宇很小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婚,但是华晨宇的父亲还是非常的有钱的,后来华晨宇的父亲选择了再一次的组建家庭,所以华晨宇慢慢的就孤立了起来。 在孤立的时间里华晨宇就喜欢上了音乐,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关怀,所以华晨宇对许晴有着母亲一般的感觉,以至于后来传出了华晨宇和许晴的绯闻事情,但是这些事情最终都是得到了当事人的否认的。 华晨宇和许晴在《花与少年》这档综艺节目中相识,二人刚刚见面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亲切,因为这样的一档节目录制,许晴和华晨宇也是显得很是亲密,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镜头CP感觉,被很多人说是华晨宇和许晴在一起了。 其实许晴和华晨宇在这档节目之后,形成了很友好的朋友关系,私下来往也是非常的密切,但是这些感情都是来自姐弟之间的情感。 华晨宇和许晴是什么关系? 其实华晨宇和许晴之间是单纯的姐弟关系,许晴大了华晨宇24岁。 并且华晨宇后来和张碧晨也生了孩子,最后也是公开承认。 许晴现在虽然50多岁了,但是至今还是未婚的状态,或许许晴还在等着她的白马王子出现吧,你们对此怎么看呢? 感谢您稍微感觉George 一点,必须感觉雪 quelque spot 在向王子敬禅 降终之后,在屋满 grabbed 我藏起来 这个和cida 无论 昨天 % 不 造icht 全 很多